最近澳大利亚有这个病毒 正好有机会可以试试看这个疾病理的问题 就是 Doctors and nurses be paid more Please give your opinion 好了 先读一下看看这个 你看得懂吗 Sweet doctors and nurses be paid more Please give your opinion open opinion 你这个看得懂吗 知道问题 医生跟 护士 应该 比 什么更多一点 那个什么 工资付得高一点 工资 这里没有工资这个字 paid就是付钱 付钱 就是你你现在应该认得认识的就是这个配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配就是他的那个过去事态的 过去事态 这句话意思是 医生跟护士 应不应该得到更多的那个 攻击 对 或者更多 Please give your opinion 嗯 那个是 请你给出你的 那个 论据是不是 嗯 差不多 对对 就是 嗯 说的简单一点呢 一个 opinion 就是你的意见 嗯 或者你的想法 所以随便你可以这么这么翻译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记住我们写的 我们写的这篇文章肯定是有点偏见的 对对对对对 好 所以呢现在现在我们提前就是写之前呢 你就记住我们这个作文是有三短 introduction body和 conclusion 对对 你平常我会我如果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还不是很熟悉我会把这些部分写出来这样呢 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记得住就是每一段里面需要说点什么像 introduction 里面我们知道是个介绍对不对啊 我们要自己的治疗然后我们要说我自己的论点就是这两个目的 所以你一个就是你现在你在考虑的时候你不要把整个问题整体的去考虑 你只要考虑这两样东西就是我们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背景就是现在社会中医生和护士是什么情况 他们钱付的多不多 嗯 说不定吧 他们工作可能是包括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觉得他们应该不应该多收点钱 嗯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开始吧就是你你感觉怎么样 嗯 就是 那记者没有对和错你可以说应该多付点也可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收的钱足够了 或者你可以说一半一半比如说就是 你可以讲医生现在钱好像已经付的很多了但是护士可能还是有点缺 对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这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讲一面一方面的 嗯 嗯 嗯 首先给出那个 问题的背背景啊背景 对对对就就讲一下背景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 嗯 嗯 应该是最近最近最近世界上出现了一个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病毒 对对 叫做那个新冠病毒啊 嗯 嗯 嗯 他对他对整他对整个社会影响比较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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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我先说那个他们的复工复工 他们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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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薪水先吧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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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感觉现在医生跟夫妻那个他们应该得到更多一点的那个 那个 薪水 嗯 就是你你你觉得医生服务应该得到更多钱是吗 对对对对可以的 但是平常就是我们如果说就是怎么排的话 背景会在你的意见前面放在前面 对对对 但没问题就是你可以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个病毒 对对对也行 然后你可以说 就是他们应该多付点钱 这样的话我们我现在就是先用中文做几个很快的笔记 就是你这个想法 因为等会我们肯定是要翻译的 对对对没错 我们就可以大概先做大写几个笔记就是记一下 对对 然后你看得出就是这两段有点连不起来对不对 中间可能还是缺了一点 对没错 中间缺了那些应该是 我感觉现在这段时间那个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 给那个医生跟富士带来的那个工作和压力变得更大 对啊他们甚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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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自己的吸引空吸引时间 对啊他们把他们那个那个每一天的那个大部分时间都先都奉献给了那个 因为他们这个 分开给了那个 对对病人 你不认为给那个那个那个生病的病人 对 嗯 然后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这个就是逻辑挺清楚的连得上 他们工作现在辛苦了 所以就应该都付点钱 这就是背景解释的挺清晰的 而且你这样写的话有一点好处 这个考官看得出这个不是背出来的 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没错 这种比较新一点的新闻 因为很多人进这个考试 他们就会直接把这些句子模板 或者这个问题的整个答案 就是完全从头到尾是背出来的 这个我也感觉也是因为我在那个YouTube那里看过 看过那个一两篇那个视频 他们说那个考雅系的那个 speaking跟那个什么 跟听力的 是是 那两篇我感觉听力那里就是要有一定的基础 那个对话那里我感觉很多都是 就是不是他先马上撒出来的那种 那肯定的 这个就是怎么说 有一部分肯定是会 也不一定就是百分之一百一个字一个字的 对对对对 但是大部分我看得出大部分都是好像有有准备的那种 就是有点像你如果去申请个公司工作的话 你说面试的时候你肯定是练过几次 你可能请个朋友就是帮你问一些这些题目 对对对但是人家人家那个是考考七分七分以上的题目 考七分以上的那个那个 他那个那个他能听得懂考官 完全听得懂考官题的问题 哦肯定是 对对对 其实说老实话你这个你现在讲的这个水平也不是 不算什么特别高的 对对对对 但是 但是就是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因为你如果要考七分的话 你知道就是我们要求的这种流利度啊语法什么的 对他流利度他们考七分的那个流利度 我感觉虽然没有本地人说的那么快 但是我感觉也是可以的 他们每一集每一句都很很清楚说的 是的 但是就是你你会发现如果没有 这些人如果没有就是把这些答案背出来的话 那他们就是讲的水平肯定没有那么高 对对对我感觉我感觉就是他们有些内容我感觉是有备而来那种感觉 给我的感觉 但是我 我就是这样愿意 对对像说的白一点呢就是像我如果问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像 你可能现在呢你就是可以很努力的回答 哦 怎么讲就是这个因为你有二十五分钟左右把这个整片东西写出来 所以他们这些考官他们是有很多经验的 他们看出一个答案是不是背出来的 嗯 对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说的这种答案呢不是背出来的 因为现在就是直接说现在报纸上的新闻的这些内容 所以他们知道就是你是没有真的准备过 嗯 新鲜的一个答案 这个呢就是他们会给你的分数高一点 因为他们知道你现在展示出的这些关键词或者什么的 不是在网上查出来的或背下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这个这个呢就是应该算比较高级一点的 但是你现在要求的分数也不是很高 所以你稍微多做一点就可以了 对对对没错 嗯 然后然后我们就继续这样子 我们先把就是整个东西用中文大概说一下我们想讲的话 OK 然后我做这几个笔记 然后我们把它三次应用 我们我们就这样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内容 内容一部分就是先用中文想出来我们想讲的是什么话 对 对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试一下你的词汇和语法了 就是看看那个你能不能把它翻翻译过去 嗯 当然对你来说呢第二部分是最难的 但是你第一部分就是如果你选的内容是比较强的话 你这里就是可以抢分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种问题你经常是有点挺好的想法的 对好行没问题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我们讲我们的body了 嗯 然后就是我们在复习下body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论文的证文这个这里你就是要收你的证明 就是你现在有一个观点是我觉得医生和胡适应该都付给钱 特别就是现在的社会情况他们的工作压力特别强 嗯对 然后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反对你有些人会说他们好像工作并不 啊或者可能说他们工资已经足够高了 那如果这样子情况的话你怎么样来证明你的啊观点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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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有人有人跳出来说我的反对我的观点啊 嗯 嗯 平常就是想这样子就是 比方说啊 比方说有人有人会会对我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会我会用我会找一些比较有利的那个理由跟那个证据啊 啊出来说说服他们啊 对我我平常就是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不是说他们是反直接来反对我们 你可能就是说有些有些人可能就是听的时候不明白或者嗯 但是他们也就是不会直接说你是错的 他们可能会说呃你这观点是为什么我明白 对吗 就是你可以想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呃什么样子的意见 他们可能就是说那现在呃护士和医生到底付多少钱 你为什么感觉这个不够 对吗 你说他们的工作现在压力很大啊 到底是为什么呃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现在就是有这个传染病毒的时候呃他们的工作是增加了没有 还是是不是有新的责任 嗯 你知道就是他们可能肯定也会有很多这种问题 然后就需要你解释一下 所以现在呢你就先考虑一下就是你在这部分可能会说什么话题 怎么样值得小任的观点来支持你这个大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嗯 嗯 嗯 医生跟护士 现在 嗯 现在 现在要要要要 等于说涨涨薪水吧 嗯 嗯 是因为最近那个 受的那个那个那个冠状病毒的那个那个困扰 嗯 他们的工作量工作量呃 跟那个个人的那个什么 跟个人的那个安全状态很明显明显增加了 啊对对对 啊对 嗯 嗯 因为 因为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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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种发生这种病毒是 呃 是 呃 是 呃 是以前 是以前没有没有过的 而且 而且他的危险性比较高风险比较高 对对对 嗯 他们现在也没有上班跟上班的时间 嗯 啊 他们他们要 他们每天都需要二十四十那个那个stand by 对对对 嗯 那个就是嘛 这个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说他们像比如说二十二十四小时这种stand by 对不对啊 随时随时随时待命的那种那种状态 嗯 因为 因为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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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不定习的不定习会有病人送进来医院治疗 对对对对 啊 呃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你这你这里虽然就是你描述的这个情况描述的很好 但是你能不能就是讲一点医生医生和护士他们的工作到底是做点什么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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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问你吧 医生和护士他们做的这个工作你觉得他们这种工作是有多少价值 不是就是大概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但是平常在社会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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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医生医生跟护士是他们的工作是很神很神神圣的啊他们是在 可以产旧产旧患者的生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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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就是 哇 还有还有他们他们每天他们每天都要跟那个跟那个洗 跟那个洗身厂 厂时间 这个怎么说 这个就是你说的很 很有可能说是很有那种艺术 喜欢做斗争吧 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这样解释 这样解释 这样说应该比较比较合理 对我现在其实你这样说的也可以的 每天跟时尊去争斗 这个就是我们用英文讲就是说是very poetic 就是很失忆的 对对 这个如果你写得出的话是怎么说 就是会得到很多分数 但这不是特别容易 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写 因为这个就是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成语 但是就是一个专门用中文的说法 英文也是有这种说法的 但是这些都不是直接翻译的 这些是你要知道本地的这种说法 对这样 对吗 所以这个我们平常比如说 跟你说的是什么 跟死神在斗是吗 跟死神在探时间 探时间 对对对 这个用英文怎么说呢 用英文有几种说法 像比如说dancing with death 这个就是跟死神在跳舞 dancing是跳舞 对 with death 或者coting 对吗 这个这些也是就是说死神 但这个不是中文直接翻得出英文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种说法 就是有有有一个比较 比比较什么 传统一点的那个叫法 对对对是 所以这这种呢 就是像我说如果翻得出的话呢 是对你的分数 很有帮助的 但是就是不一定做得到 哈哈哈 那也是 你需要很多语言的经验才能说 写出这种话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 就是所以我就是说你写的可能一般一点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救命 那才就算快就算了 对对对这种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翻译 对 好 然后你能不能就是可能分析一下 就是你觉得他们现在付的钱 就是现在的情况和公司 你感觉足够不足够 然后这个你是怎么样来做这种决定的 这方面他们有没有一个专门一点的数据会让很多人知道 这里他们倒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你可能就是不知道一个或者一个医生到底是付的是多少 这里你就是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像比如说我因为这个题目我是已经写过很多刺手的时候 可以就直接告诉你一下大概情况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在像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澳大利亚的话 户子的工资是可以算很一般的吧 不怎么高 大多数户是一年应该7万是能赚到 7万澳大利亚 对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一种工资 对 他们工作情况是算比较也是算比较稳定的 就是很不大会被开掉吧 就是说有点工作保险 对对对对 因为这是个政府的一份工作 嗯对 但是在他们这种行业里面的升级什么的不大可能 公司也不会往上升很高的 对对对对 医生呢 我感觉也是这样 医生倒是另一个情况 医生的工资可以很容易就变得很高的 对对就是跟普通的工作对比吧 然后给医生意念总是会 超过10万的 嗯嗯 超过20万也有的 对 然后 dicen 你要解一下为什么他们空资这么高 呢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资 每小时付的特别高 肯定是比故事会高一点 但是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现在大多数医生都是一个 一个星期会上超过八十个小时的班 对吧 从早上到晚 所以如果你就是加了这么多班 你这样算出来你的工资就会涨 很快 特别就是他们付那种什么overtime 超时 或者这种情况 所以医生的工资就变得很高了 因为平常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法律 超过三十八个小时一个星期 你就是要多付钱了 没错 而且我虽然说的八十个小时 不是现在特殊情况 是平常就是没有病毒 在传染的时候 他们都要上这么多班的 对对对 很正常 所以他们这种情况 就是医生赚的钱肯定是很多的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有个自己的私人的 那个private clinic 这样子情况 他们可以多 他们可以 就是多申请拿点钱 对 所以在这 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简单的描述一下 现在澳洲的这个情况 嗯 怎么样 是吧 对 你知道他们的工资是什么 你可以就是评论一下 你觉得 是不是钱付的足够了 还是应该再多付点钱 这里你就是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就直接 做一个对比 像跟普通的人赚的钱 或者跟别的行业赚的钱 你比一下 你感觉怎么样 公平 我感觉 他们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工 他们的 他们这种职业 他们跟其他行业的那个 跟其他服务行业是 无法无法无法用语言来对比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 挽救人民的生命 对对对 而且 他们 所付出的那个 时间跟那个压力 对 比一般人都要多 对对对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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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那个 这种危机的那种那种 那种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对对 它是存在很大的那个 风险的 它有可能 会危机到 它是它是 我说的 它直接 它直接是 会危机生命 而且现在 有很多的 数据表明 它的死亡率 比较高 对对对 还有 医生跟 夫妻是直接面对 这种 高风险的病毒 他们也存在 一定的那个 生命风险 有那个研究 那个什么研究表明 对对对 那个 researchers 对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在这工作里是有很高的奉献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在医生跟夫妻这个领域上面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人牺牲在他们的岗位上 对对对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感觉 他们 他们应该 获得多一点的报酬 来鼓励一下他们以后的工作 我感觉谢谢 现在我最后想说的一件事呢 就是 你说的 你说的这些情况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里解释的挺好的 我觉得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可能是有点混在一起了 没错 那可能稍微重排一下 但是这也不是特别要紧 那么从一个工作 从一个钱的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经济的角度来说 你为什么敢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理论 如果一个工作压力大 或者风险大的话 为什么我们想提高 这个工资 因为 因为 怎么说呢 我们都 我们都 拿不出什么更好的 能使他们提高动力的 那些 那些东西出来 除了精神 其实还 就剩下那个 多一点报酬 对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情况 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出 很明显的 就是平常的情况的话 没有这种传染病毒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们现在 这个医疗系统是算还可以的 对吗 对 对 他们平常来说 就我感觉他们平常来说 他们的那个攻击跟那个待遇性比较好 对 但是现在 现在那个 他们要面对那个这么高风险的那个 就突然 你就会突然发现就是 其实我们这些国家 虽然是西方国家吧 你们说是比较发展的国家 这个医疗系统还是太弱了 对对对 真的出事的时候 你就发现一身呼呼 是远远不够的 对 因为这个工作好像现在不是 不是很多人想做的 大多数人现在好像都是想做这种 IT 或者生意之类的 这种行业 应该还有一点吧 应该还有一点 就是说 本来现在医生跟复习这个行业 比较人 比较少去做 对对 他们中间那个 他们中间那个那个什么 等于医生跟复习的那种技能 现在在社会上就 就有所欠缺了 对对对 现在又要面对这么 这样的这么大的疫情 他们比平常的工作量 差不多 对对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工作量 很多人也不喜欢这个奉献 对对对 要吸引更多人的话 那其实就是增加工资 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这样说应该提到点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 是 我其实就是说这个 因为我刚才感觉就是 虽然我们这个做人 就是可能说我们现在 这个特殊的情况 说得多理 我们应该工资的一部分 也就是处理一下 就是说 其实就是你想吸引更多人 做故事和医生 没错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系统 就是你可以评论 就是太弱了 对 一出大事的时候 是没办法去 处理它的 当然你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些 本来我们没有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真的出来这个传染病毒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突然 整个社会就 突然就记住了 哦对 我们的医生和医院 平常一般人都很少去考虑这种问题的 是不是 这种问题就是 生病离婚 因为 生病就看医生 而且很容易就看到医生 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我们说一下传统或者社会机构的话 我会评论就是 现在这种工作呢 不是特别吸引人的 嗯 对 现在大多数中学毕业的那些学生都不会想去读 读医的 对 虽然医生可以 虽然这医生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是他们会觉得就是医生的这种生活不会很适合他们 第一就是你可能要在大学读 12年的书 你如果读医的话 对不对啊 然后你读完了以后 你一出大学就可能要上80个小时的班 一个星期他们就是不肯 不肯牺牲这么多时间 而且遇到特殊情况 有可能你的时间就就没有了 是不是 是是是 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的 来说这样 空险很大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要更多人来做的话 那你只好多付点钱 对 你可以说是一个社会 这个避免的一个事情 对 这这种工作你不能 你不能没有医生的 没错没错 而且培训一个医生需要很多很多年的 这不是一个很快 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的比较完整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对吧 现在我这些全都是那个 就是用网直接翻译的 所以有有些翻译可能不是很正确 但是你应该大概看得懂 他的意思 对 对对 好 所以最后结尾 那你你这个最后的想法你是 或者你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推荐 结尾部分 结尾部分 应该 结尾部分 对 我们等会写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 结尾部分 对 这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还是 应该 多付点钱给医务人员 对对对 就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来重新这种行业 还有鼓励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人 带来一些动力 带来一些动力 对对 嗯 好的 行行行行 好 差不多这样子 嗯 好的 好的 所以现在你这些想法呢 就是你在脑子里就是比较清楚吗 就是记得住吗 嗯 还可以 还可以 对对对 好行 那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是做第二步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比较亲 亲属的这种想法 那我还要做一种 这种话题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开始写了